而全球的水荒也带来了整个凉框 加上俄乌战争 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所出口的主要的小麦玉米大豆等等 都造成了全球的粮荒 联合国的分析报告 全球现在穷国有7100万人 将因生活成本飙涨而陷入极端的贫困 不是陷入贫穷是极端的贫困 而食品成本是每一个人生活里头的必需品 你可以少换一次手机 你可以晚换你的汽车 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拖 但是食品这些东西是人们生活里头的必要品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 其实整个通货膨胀从欧洲最严重 欧洲的数字已经高达平均8.6% 我们刚刚已经特别为大家报道 美国的数字也接近8% 所以他一定要打 把他的整个通货膨胀打下来 而通货膨胀现在也因为食品价格的上涨 能源价格的上涨 没有供应的问题 也慢慢吸到了各亚洲 而亚洲各央行也开始升息 升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元太强势 也给各个国家都带了风险 所以IMF就特别警告 除了全球衰退之外 跟着美国 欧元 还有英国之外 他们点名了日本 韩国 澳洲 还有加拿大 这主要的经济体 在未来12个月里头都很可能出现衰退 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衰退 那么高通货在全球的动荡中 会持续多久 会持续好几年 而美国的前财政部部长 Lawrence Summers他说 欧美应该研究安倍经济学 刚好安倍过世 他说当时安倍研究长期经济停滞 日本的状况 其实就是未来我们所面临的全球经济 眼前的夏天 地球不断翘向井中 警告人类正处在天灾人祸交织 引爆世界多重危机的时刻 过去习以为常的日常资源 逐渐稀缺 不再如过往拓手可得 无预警的恶乌战争是最大人祸 转瞬间便拉近人类与恶的距离 一位人在经济厨本身边压着 在Ethiop谷、Kinia、Somalia 在剧有巴默的東亞的湖地 アフリカ是遭到最悪重的危险 在一年 約 half的華人 他們 import 超過一大量的血量 uxedo至羅政 例如 有百分之90% 由於兩國 撼到歸免 有全糟的 revel 多多高貴国 負責責責 Unt 用簡單的食材 給他們的人 乌克兰最大黑台港 奥德塞的龙龙炮火 是联合国粮食署负责人 成统发言时写实的无情趁月 一次UN会议上 他呼吁普丁放下战争屠刀 尽快疏通乌克兰粮道 好让组织能重新为全球1.2亿人口 供餐解机 全球粮食市场 在俄罗斯攻驻世界粮仓乌克兰之后 发生剧烈改变 数百万吨乌克兰小麦与玉米 作困求成 随着饥荒肆虐非洲 中东亚洲其他地区 替代路线的疯狂争夺站 从河道铁道公路 全都如火如荼 纵使以令辟波兰和罗马尼亚 两条替代出口路线 但难往罗马尼亚 得先走铁路送至多瑙河港口 再上舶船 运往该国东南港口 康氏塔坦 才能送达埃及在内的中东地区 只是积累下来 装载费惊人 路线复杂 成本偏高 效益不佳 北走波兰 又因与乌克兰铁轨宽度不同 虽只是8.5公分之距 人必须在两国边境更换火车 但波兰当地 又因转运及仓促设备 过于老旧或者匮乏不足 以致供应链的转换 不如预期顺畅 现在的船路线 都要做到的 所以 有了 车车 车 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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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是人祸 气候变迁当然也是人祸 粮食分配不均 衍生出来的系统性问题 更是人祸 恶物无情战火就像是咸饮剂 把不换寡而换不均 这个长期以来存在 粮食市场的恶性肿瘤 活生生的在人类眼前现行 Somalian and others that suffered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So we see thes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e things like increasing temperature more variable and more unpredictable rainfall patterns and more intense and more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things like flash floods or storms 战争令全球粮甲飙升 更是欧美大型粮商 大举牟利之机 简称ABCD 由美国ADM 美国邦级 美国加吉和法国路易达佛 组成的四大跨国粮商 垄断全球八成粮食交易 范围涵盖原料生产加工 及市场工艺 他们甚至可以左右部分 粮食定价 由顺已开发国家政府 囤积农产品 非洲 中东及拉丁美洲地区 许多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 因此被迫承受 粮价飙升的经济压力 成为复国粮食保护主义的牺牲品 他们基本上是质量商业 他们在很多国家 他们赚了船 车车车 他们从ATB 他们没有育食 他们特别拥有很多 但他们有很大量的资料 因为我们没有 一个国家的公共核心系统 他们都知道 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增长 商业 有其他人 不可以毫估这 我们在购物货 付货 我们在货席中 我们在货席中 但在实际上 它不是货席 货席中 食货席中 它是货席中 的公司 货席中 在货席中 南欧水危机 天灾人祸交织出的另一道产物 当意大利努力撑过70年来 最严重热郎之际 艺术家在干枯土地上 驾驶拖拉机及牵引机 画出古物的呐喊 祈祷人类节约用水 巧妙运用贫瘠土地 创作出带有强烈环保讯息的艺术品 其中意大利北部在历经110个 连续四个月不下雨的日子之后 让留津该区意大利最长河川破河 成了只剩下砂石颗粒的干渴河川 我们在一个状况 在这边的水域是300m3 通常在这边 在这边是1800m3 所以一剩之一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状况 这种状况我们不见过70年 不只意大利还有葡萄牙 两国串起的南欧地带 近来积极呼吁公民 尽可能把用水量控制在最低限度 以意大利为例 应有百座城市限制民生用水 古城维洛纳便在八月底前 禁止居民洗车洗露台 不得替花园运动场浇水 游泳池也不能注满水 以保障日常饮用水供应 观光城比萨同样采取定量配景 然而这场南欧水荒 也正加剧着眼前的粮食危机 流津南欧的坡河 还有多拉巴尔泰河 都是欧洲农业区的重要灌溉水源 人回引起的气候变化 和人类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费 与凉框结合成完美风暴 就看世界能否安然走过这一走